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大爆发 5月19日起全国更进入第三级防疫警戒 造成百工百业受到严重冲击 虽然新政院即时推出纾困4.0方案 但因为涉及跨部会而且条件不同 许多民众不清楚相关规定 也对申请程序不了解 甚至各部会服务专线都被打爆 民众无法获得及时回应 立委陈欧珀日前特地成立 纾困4.0咨询服务平台 透过国会及服务处总动员全力协助 能将民众的纾困服务记录 尽速转请相关单位处理并回复陈情民众 用具体行动力挺民众度过疫情难关 立委陈欧珀表示 我们也成立纾困4.0咨询服务平台 来服务遗人乡亲 在这中间我们也发现到 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也一再处理 无法处理部分也在反应 也一再在争取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这些 没有被照顾到的一些乡亲 那也因为大家努力 在反应 在争取 行政院在上个礼拜 也增加 纾困4.0的一个精进方案 我在这里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父老 大家共同呢 体会到这个疫情的严重 能够遵守 不管是中央地方的一些相关的火焰疫的规定 在这里呢 我谢谢大家相亲的支持 那因为我们 资行服务的平台 我们是总动员全力投入 为这个资行平台继续存在 请大家永远来支持 在上搜市顺势推出行政院纾困4.0经济方案 包含资格认定放宽 补助人数 额度加码 新增个人及营业场所补助 以及电费租金减免四大面向规划 包括六月不实施夏季电价 加大纾困的力道 尽力落实苦民所苦 救急救穷的理念 吹出正宴经济案 立体民众杜然观 以上新闻由正深记者张凯婷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